为了鼓励社区部落长辈们来参加文件站的活动课程 三里文件站在今天早上举办了夏季的庆生会 并奖励出勤最高的前三名 希望长辈们能踊跃的来参与文件站的活动 阿公阿嬷开心唱着歌跳着舞一起切蛋糕 这里是三里部落文件站举办的夏季庆生会 三里部落社区发展协会总干事也自发性以举办出勤比赛的方式 来鼓励部落长者能多来文件站参与活动 文件站我们在每一季就像123或456789这样 我们都会办理一个在站的老人的一个庆生会 那庆生会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够让老人家 对文件站有归属感 文件站这边也会在庆生会的时候也会办 就是让老人家你多多参与 可能你全勤的话 那我们就办一点小小的奖金给你 也是很感谢那个原委会 还有县政府在这个部分 让老人家可以休息 可以来学习的地方 也用心准备了三项主轴课程 以传统文化 手工艺品 舞蹈律动 希望能吸引部落祖孙能一起参加 传统文化这个部分就是 文件站已经是老人家了 那我们就去请更老的或是学者去 让老人家知道 原来他生活这么久的时间 这个部落以前有发生过什么事情 手工艺品这个部分也是会去请老师 就是做一些简单的手工艺品 让他们可以可能可以带回家 我们做的手工艺品 一定是很实用的手工艺品 可以动动脑 动动手 那律动的部分就是 我们都会有定期 都会有运动的课程 可能让老人家去 我们文件站自己有一个小小的 就类似是开心农场 那让老人家去 田里面去做做事情啊 做做体操 我们所有的课程 就是设计在让老人家的身心灵 都能够变得年轻一点 旁立校总干事表示 虽然平常平均 到站人数有19人以上 但是部落其实还有很多 还未参加文件站的长辈 文件站也努力积极地邀请他们 可以一起到站 共学共餐 也会尽到最大的能力 来为大家服务 记者张明泰 石玉兰 卓西乡采访报道